这名女妾嫌来到一中街 这家贩卖日韩系列潮衣的 服装店门口 一开始她先假装左顾右盼 等到确认里头的店员在忙 就动手偷窃门口架子上的衣服 先这样子 先这样拿下来 然后再借这个一起拿下来 前面有一只观望 就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看里面的状况这样 对 所以她也是在看店员 你们在看她了 当然啊 女子先偷上衣 然后偷裤子 可能是太急了 连裤子的裤甲也一并拿走 前后大约一分多钟 店家事后发现 挂在店门口的一整套衣服遭窃 调出监视器画面 才发现原来窃嫌是这名女子 这样放在 因为她另外还拿提袋 拿了就走了这样 就很充容的拿走 算 后面算是 女子在衣服偷到手之后 还用随身的纸袋 把衣服遮住 从容离开 由于这名女子的手法相当熟练 店家怀疑 她可能不只来偷过一次 她应该不只偷一件 她的动作还蛮算 算劣劣的 就是比较还蛮顺的 她应该看得出去灌饭 对 除了服饰店 真名女子也偷过附近其他店家 偷走衣服跟鞋子 店家不堪亏损 决定把真名女子的样貌公布出来 呼吁大家要小心真名女贼 记得连加镜黄总盈 谈中报导